拉巴蒜是中国传统小吃 俗话说,拉巴不吃蒜,一年都白干 但是拉巴蒜不一定非要等到拉巴来腌 学会这个方法,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又快又绿的拉巴蒜 泡拉巴蒜最好选用紫皮蒜 紫皮蒜瓣小而且磁势,更容易泡透变绿 很多人因为剥蒜头疼 今天教给大家一个快速剥蒜的小妙招 剥蒜不要用手扣,费时费力还容易把蒜扣破 扣破了的蒜就不能再泡了 先把蒜瓣包下来,在水里泡上10-20分钟 用冷水来浸泡,泡过的大蒜皮就会变得非常的软 很容易就可以包下来 一边泡一边包,非常轻松而且非常完整的 就可以快速剥出一大盆 腌拉巴蒜一定不能用有伤口的蒜 像这种有红斑一烂斑的蒜一定要给挑出来 而且拉巴蒜腌制之前一定要充分晾干,不能有一点水分 想要拉巴蒜快速变绿还有一个小妙招 就是把蒜的两头切下来 这样可以让醋更快的腌透蒜的内部加速大蒜变绿 再把大蒜充分晾干,放到一个无水无油的瓶子里 最好把瓶子先在开水里煮一下消一下毒 泡拉巴蒜最好选用米醋 用米醋泡制的拉巴蒜更容易形成翠绿的颜色 把米醋倒进一个小锅里,放一点盐和几粒冰糖 这样口感酸辣适度,带有适宜的香气和甜味 稍微放凉,倒进密封罐里 醋的量一定要没过大蒜 最后滴上几滴白酒可以促进发酵,蒜会绿得更快 另外保证合适的温度也可以使拉巴蒜快速变绿 拉巴蒜之所以会变绿,是因为在酸性的环境中 蒜里的一些含流物质在酸酶的作用下发生了结构变化 生成了蓝色和黄色,两种含流色素叠加形成了绿色 温度越高,变绿的速度就越快 像冬天就可以放在家里的暖气片上 你会发现不到一天的时间,蒜就会快速变绿 如果没有暖气片,就白天拿出来晒太阳 晚上放进冰箱,也可以促进快速变绿 一旦变绿,就需要在0-4度阴凉处保存 温度过高,蒜的绿色素降解的速度就会加快 质地就会变软,失去了爽脆的口感 你学会了吗?赶紧动手试试吧,拜拜 by bwd6 by bwd6